欢迎收看第五期五期ETV 我是主播林静宇 今年是太阳花学院的十周年 此次学院曾经为全台湾释放了一堂民主课 但近年来校园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忱却逐渐降低 如学生会选举的投票率低落 举公共性质的社团逐渐示威 但仍有坚持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体 积极地为大家争取权益 亦或是对社会的不公提出诉求 太阳花学院距禁已过十年 此次学院曾成功体现出社会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且以此为自己争取利益 而公共事务无处不在 青年学子可借由多种管道参与 学生会是校园内中的公共参与组织 但其营运面临诸多挑战 我觉得现在学生会遇到的挑战 就是你做事也会被骂 不做事也会被骂 我觉得现在校内学生的公共参与愿 其实蛮低落的 校会代表好几年来一直都是缺额的状况 学生会长有时候也会出现 没有人要出来选状况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原因可能 也不是单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学校有没有提供我们适当的环境做这件事情 老师有没有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或是你同才间对你参与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这些都会很大的影响到 一个人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除了校内的自制组之外 学生与校方的沟通环境 也是影响公共参与风气的重要因素 我觉得学生有时候有些蛮好的想法 但校方站在教育的立场 校方也有校方的一些主张 那如果碰到一些冲突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双方事前没有做 更充分的一些沟通 这个例子就是111年在校务会议上 因为学生代表各院比例失衡的一个情况 那当时可能学生会有他们的自制的一个主张 那校方可能也看见一些现有的一些问题 可是当时在会议上大家并没有共事 所以一样后来就是说 我们也是站在辅导学生会的立场 那重新邀请学生会再去思考 有关选举学生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后来他们也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 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也将他们的自制条例做了一些修正 那让这个学生会的代表的产生 能够是各院都有学生的直选的代表 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就是校长很重视 怎么样让学生可以有更畅通的管道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机制 能够让同学能更直接啦 或是说没有距离的参与 无论目前的公共参与环境如何 能有学生在进入大学后 愿意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为校内学生争取权利 高二读社会组之后 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探索师座 觉得好像我很喜 我很向往能够去参与在其中 然后去了解现在这个社会探索发生什么 然后看有没有我能做 然后我就大意就出来说 学生会可以没有我这个人 但中生大学不可以没有学生会 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出来 把这个学生会接住 要让人去传承 学生会一直以来传播的价值 我高中的时候被我学长 加进去议会里面 所以就开始慢慢对这一块 有慢慢的熟悉 然后就像也是被身边的人所影响 就变成一种义务感跟责任感 尽管当前学生在公共事务上的积极性 似乎有所减退 仍有一部分学生持续展现坚定的热情 他们相信 透过不懈的努力和参与 自己的行动中能带来正面的改变 那学校的风气就是如此 可是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是 因为蔡超 因为我们的新校长新上任 那他对于其实任何事情都有 他独特的一套见解跟看法 那我也许就可以从这一点开始去着手 那可以让大家去更关注说 那学校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如何 我也觉得是 他是个风气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是保持着开放的心态 就是像这次的立法院的事件 当然还是激起很多人的关注 那也看到很多人 其实他们很有行动力 愿意从南部到北部去参与 那我觉得这代表我们现在的学生 在公共参与这件事情上的动能 还有他们的热情 其实并不比以前少太多 就是虽然可能现在看大家 就是持续参与率很低 也希望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契机 让同学们发现 其实我们可以是 真的去投入 去做这件事情 透过自己的力量 把一些想做的改变去实践 比起过往的校园来讲 其实现在的校园多了 比较多可以去对话 跟倡议的空间 那个自由度我觉得相比以往 是有变更好的 缺点是 其实现在不是每个学生 都非常乐意去参与学生自治 就是大家对于可能很多在学校里面 发生跟学生权利相关的事情 或许没那么在乎 如果要能够有效的去解决 或是有效去改善 或许要去思考 到底学生们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很多课堂的老师 其实也都会在课上的一些活动 让学生自己去找寻 校园里的问题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学生们对于校园里的问题 大家着重的方向 跟在意的点都不一样 那我认为那就会是一个 很好的铺垫 去诱发学生对于关心自己在校内事情的 那个在意的程度 我觉得公共参与就是 你不管就是你有很多种途径 像你在网络上发言啊 像到立法院去参加集会 或者是你光是关注这个议题 等下这样的形容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比较 算是公共参与了 就是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 都可以关注一下 社会上的这些议题那些 有在关注 然后有在去思考 因为想象现在很多人都是蛮重 我们想象的是 你每个人都有去思考 都有去看待 现在在社会上发生一些事情 太阳化学运十年后 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似乎有所减少 但仍有部分学生 透过各种方式积极争取权益 对社会不公发声 显示出青年在公共事务的影响力 近日随着国会改革的抗议活动 公共参与的精神再次受到关注 青年学者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不仅体现了对民主的参与 也展现了持续对话和改革的重要性 台湾的电竞产业自2012年 躲下英雄联盟冠军后 发展得更加迅速 也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 在当时可谓说是一股电竞热潮 不过在潮水退去后 产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发展的问题浮现 那些新有电竞梦的青年 又该带着梦走向哪里 所以请为我们欢迎赞 你的世界世界冠军 台湾的冠军 台湾的冠军 不至2012年 TPA躲下英雄空世界赛冠军之后 台湾的电竞产业开始加速发展 加上科技进步与电脑的普及化 大部分的人都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能够打游戏 令我生活的周遭更不乏许多的游戏好手 60%上帝韩服400分 差不多可以进职业二队吧 整个加拿大美国Route之前 就是他们在推了一个北美联赛 就全部的大学就可以参与了一个电子竞技活动 但都有进全国联赛 然后全国联赛也是进了前16名 然而许多对游戏有天赋有热情的青年 并未能如愿没有办法参与有规模且正式的培训过程 到如今也已超过年龄只能参加业余赛事 就一开始觉得跟朋友一起玩学习很快乐 而不是追求或什么实力要有多顶尖 然后到高中就还慢慢变强 高三那一年打到大师 那也是第一次开始打比赛的时候 就才发现就是打比赛跟打那种一般的积分就是差蛮多的 变成五个一起沟通 然后大家都在想人家那种心态 然后玩不好也会起赛后检讨 就是觉得这种蛮有 蛮有向心力的感觉 对然后后面就持续的 到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持续精进自己 就变得越来越强吗 但就感觉自己跟那些真正很顶尖的 还是略显不足 所以就只能停留在业余之中 可能比较算比较厉害一点的人 但是还是没办法成为最top的那一群 电竞选手其实是个很需要养成的职业 需从小培养 但台湾普遍不认同 家人的不认可 社会的不理解 是阻碍年轻玩家追求电竞这条路的阻碍之一 感觉家里人不会允许吧 然后就台湾电竞的环境确实也不是太好 所以就感觉读书会比较有出路一点 这个就当兴趣这样子 台湾前些年因应电竞热潮 出现了高中电竞专班 除了基础课程外 还有提供关于游戏设计 影视目前幕后和电竞相关教程 培养相关产业人才 也有学生在就读电竞班后 成功成为职业选手 不过由于目前产业发展不够完善 许多地方都尚有进步空间 我们班是有一个陈俊峰 班上好像就只有他比较 算是有成就一点 因为我们有分两个班 一个是设计部的电竞 跟电影电视电竞 电影电视电竞会比较偏向于说 剪辑赛评主播那种 自己练习比较多 但是学校会去找说你 大概是什么学生职业类型 比较多的去选择游戏的专家 因为那时候科系很新 进来的一些 觉得这个科系很好过的人 所以我觉得进来的这个过程 可以筛选掉一些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全 纯设计课 老师啊 他会有一种感觉说 反正你们是设计课的电竞 所以我不用认真教你们 没有那么深入 他只能当成一个媒介 多认识其他人 跟有资源的地方 日前中正大学学生 自主性的主办了 联盟战棋游戏的校内杯赛 吸引了许多中正的同学 前来参加 也显示了许多学生 对于参与赛场上的竞技 是非常有热忱的 我从去年暑假的时候 就是开始看到 就是台港澳赛区 有举办战棋相关的比赛 那时候就有想到说 那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去参加 他们那种官方的 层级比较高的比赛的话 那如果自己办一个比赛 然后这样自己也可以 就是下场去参与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 不错的想法 就是想要给大家 一个比赛的机会 切磋的机会 交流的机会 那另一方面就跟他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自己也想玩 我们两个都是组织者 我们也是参与者 我们本来有想过 可能去找企业拉赞助 然后我们也想过去 就是跟参赛的选手收报名费 但是说实话就是 比赛要收钱的话 感觉报名的人就会少很多 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两个 自己就是掏腰包 抽钱出来 我们就是主办方 然后参赛者加赞助方这样 本来是预计只有40个人左右会报名 那结果实际上报名的人数翻了一倍 好像到80几个人 那我们是规定一点开始可以开放简陆嘛 一点多一开放之后 然后就突然涌入一大堆讯息 所以那时候算是 还就是比较忙 有点手忙碌乱 就是事后回想那个瞬间 就觉得其实还蛮高兴的 很多受奖的前八名同学 就是他们会说谢谢你们办这次比赛啊 然后或是你们这比赛办得不错 然后他之后会继续支持我们 还会想继续参加 对所以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校记联赛在运动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扮演了职业与业余之间的重要桥梁 也是许多尚未确定方向的年轻人 尝试可能性的舞台 大学的竞技这件事情 大概美国是非常的受重视的 就像你说的什么橄榄球啊篮球这些 大学联赛是一个就是Route 一定要去推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对大学的赛事 是非常的重视 它不是像那种业余的 就是NACL 就是职业恶队这样子 它可以可有可无或是这样 然而目前台湾最具规模的校园电竞LSC 在2023年9月正式停办 许多年轻选手们在登上职业赛场前的舞台就此消失 对于台湾电竞产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优幻 就以BYG为例 就是每年都是听丁特说每年都是入不敷出嘛 每年都是什么几千万在亏的 就是但是好像大家也没有比较 更重视嘛 就是没有让它的付出有回报的感觉吧 所以可能就对于其他人吸引力没那么大吧 这个产业的主要主力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啊 但是你要年纪比较小就只能去校园里面捞 但是你今天你在校园里面捞不到 那你人要怎么来 不论是学生自办还是官方举办校园的电竞项目 原来是电竞产业重要的一环 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年轻的好手们若是享有舞台大展天赋 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 感觉会会有点机会吧 会是想去尝试看看的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林静宇 提醒民众 期末考州将近 务必早睡早起 如果再不睡觉的话 我就要开始跳舞了 ETV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